好来说一个TS里边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就很多同学用TS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类型标注 其实TS里边还有很多功能强大的东西 你看当我们去使用一些原生的API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提示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DAS函数 它可以无参 也可以传递一个参数 也可以传递多个参数 它有很多种参数传递的情况 你看原生的API我们提示就会很详细 它各种情况你可以进行查阅 但是我们换到自己写的API的话 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你看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函数 它有多种用法 可以传一个对象 可以传一个字符串 一个函数也可以有多种传法 从而来显示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函数如何来定义 我们的话很容易把函数定义成这个样子的 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可以是字符串 可以是对象 对应到这里对象和字符串的场景 第二个参数可以不传 如果说要传的话可以是数字 你看数字也可以是函数 你看这里函数 也可以是字符串 你看这里字符串 第三个参数的同理 我们先不说这个函数里边怎么实现 爱咋实现咋实现 关键是它这个提示就不是很友好了 你看当我指的这个函数的时候 它就这样给你提示 从这个提示里边 你就完全看不出来 我应该如何来传递参数 你看我可以这样传 第一个参数传一个对象 第二个参数传一个函数 可不可以呢 那是不可以的 你看下面的情况里边 哪有第一个参数是对象 第二个参数是函数的情况 没有 所以这样的提示是很不友好的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使用TS里边的函数重战 就是你声明这个函数的时候 你就直接了当的告诉他 有哪些参数组合的情况 怎么告诉他呢 在这个函数的定义之前 把他的所有情况写出来 不要写实现 你就声明就可以了 你看这第一种情况 只传一个对象的 第二种情况 传一个字符串 传一个函数的 一次给他写完 那这样一来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再去指着这个message 你看他后面就写了一个加3 还有三个overloads 就是还有三个重战 而且你在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就可以像原生API的样子 提示的非常清楚了 你看第一个参数Options对象 第二种情况 传文本和回调函数 对吧 这样的提示就非常清晰了 这是直接声明函数的情况 但是有的时候 函数它不是直接声明的 它是写到某一个对象里边的 比方对象里边有个函数 它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是提示的稀里糊涂的 那么这种情况如何来声明 这种情况需要绕一个弯 你这里不是一个对象吗 对吧 那我这里就定义一个interface 声明一个对象格式 里边有一个函数叫show message 好这个show message 这个属性它是什么类型 我们又要去声明一个接口 show message 我们知道接口是可以 约束函数规格的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声明代码写过来 复制一下 咱过来 然后把这个方式也该去掉 这里的函数名字也该去掉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show message类型放到这 你看这样子我们就声明到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里边有个属性叫show message 它的内型就是有多种格式的函数调用 然后把对象格式给它约束进来 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再去指着show message函数 你看是不是又是有存在了 而且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有提示show message 又可以像刚才的样子提示的非常完备的 好 就普及这么一个知识 这其实是一个ts的基础知识 但是我看很多同学很少去用它 其实是很好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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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